女方啊 先说第一个事件吧 一句臭爷爷 本来很简单 你听到了 马上就要自治孩子啊 不能叫臭爷爷 要叫好爷爷 要叫亲爷爷 要怎么的 你一上去自治一下孩子 就没事了 谁叫你叫臭爷爷的啊 你是不是很喜欢爷爷 故意叫臭爷爷啊 几句话就没事了 好 你又当爷爷的面 问孩子 是不是我叫他 孩子摇头了 不敢说了 你这一下 一个巴掌扇过去 打的是在孩子的脸上 实际上 重重地打在老人的脸上 要知道 老人是疼孩子的 你一个巴掌打下去 他心里疼 觉得孩子受委屈了 挨了一巴掌 更觉得 你是在向他示威 你也明知道 已经把他们从这里 不说是赶出去也好 挤出去也好 让出去也好 老人已经离开了 这里出去了 他是不舒服的 你明知道 这两个精子 逃不来 要不来的 你干脆先动手 再说 所谓的 道理就是 你的孙子吃了 孙子吃了 用得着你去抓 你去杀吗 可以跟老人说一句 也可以让老人 煮给孩子吃 你这些小小的动作 你这些小小的聪明 其实老人会看在眼里 他会不舒服的 你要知道 你的丈夫是老人的儿子 他长期在外面工作 赚的钱 都大把地交给你养孩子了 他有交多少给父母呢 他有养过多少父母呢 老人难道心里不明白吗 你在这里 当了他儿子的家 是不是 掌管了他儿子的钱 老人房子也退出去了 也让出去了 你还要把他们逼到 哪一步田地呢 我也是一个老年人 我更多地可以理解到 老人的心态和心事 我们先说那两口锅 特别有意思的就是 你们夫妻两个人 在这些事情上的观念 是一致的 王先生你也认同对吗 好 那么你有没有在事情事发当时 让你的妻子感受到了 你对她的理解 认可和支持 不是说 我知道我老婆 其实没有什么错 行 你心里是知道 可是不好意思 别人不知道啊 别人眼里看到的 就是这个儿媳妇很饿呀 她把公公婆婆 赶出去了呀 这可真是让你老婆 背了一口大黑锅呀 哪个女人能够承受得了 王先生 您得要想一想这件事 再来说说那两只鸡 当她去 问公公婆婆 要一把花生的时候 她既不是非要吃那花生 不可不吃到会死 也不是她生了气了 发点小脾气 耍小性子 把鸡抓走 那么简单 她其实自认为 她在通过去要花生的 这样的一件事情 去靠近她的公公婆婆 去把她们当成是自己家里人样 爸妈 我这个家里面做菜不够 我到你们家里来摘一点什么 拿一点什么 所以呢 当她被公公婆婆拒绝了之后 她那一刻的感受 不是你们不舍得给我这一把花生 她那一刻心里就觉得 你们不把我当自己人 我走进了你的这个家门 我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一样想要缓和和你们之间的关系 可是爸爸妈妈你们不理解我 你们还把我往一头推 我这个性子一上来 我气了 我就管他那么多 你别说那时候是两只鸡 我告诉你两头牛 他都敢牵 你信不信 王先生 您其实没有真正发自内心的去看懂这一切 您看到的就只是一个特别不好相处的老婆 看到的就只是一个真的不懂得去体谅老人的儿媳妇 您的内心就算会去忍耐 但是您却没有办法真正去心疼和照顾 这是本质的概念 所以在这一点上 王先生您一定要借助今天的机会 好好想清楚 也唯有您想清楚了之后 今后您的一些具体的做法 才能够起到实实在在的效果和作用 理解妻子不能只是嘴上说说 更要用行动来体现 观察员观文的这份理解和解读 也温暖地照亮了李女士心里 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 本来就是我娘家就没什么人嘛 她是你和我像弹一个泥巴一样 怎么弹就行 想怎么弹就怎么弹 你说的是谁 我公公我婆婆 李女士的娘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何她会对公婆有这么大的怨念呢 最终她向我们吐露出了一个 深藏于心的秘密